Hello 今天我们去无印良品逛一逛 然后现在也快过年了 去买一个那种 有点类似于像中国春联的那种东西 但日本是一个挂在门上的 去超市去逛一逛 今天我要特意把我的 OSMO Pocket带出来了 但是我这个是一代的产品 不知道录制出来的效果怎么样 我们现在先逛一逛吧 我们一会有垃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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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ossoaring 转发 打赏 最后继续见过 sakō砧人 只是山西 度寪 我们用 bon坊了 这是 ahí 非常好 不知道 非常好 当下 现在到了无印良品了,我们看一看 这边就是它的女装 新款的高岭毛衣,120块钱 这些厚一点的是200块钱 这些都是120块钱 全是120,好便宜 这边是180块钱 牛仔故意的大日本人 这些衬衣是在处理 50块钱一件 这个还挺厚的 这日式的家居服 400块钱达30%的折扣 多少钱? 300块钱的样子 一件 一件 马利亚衬衣 一件衬衣 这个羽绒服是13000 800块钱 毛衣是180块钱一件 毛衣是180块钱一件 没有 有尴尬 一件衬衣 的东西 不能寻找 一件衫的智商 景洛 其实放在面子 这是1件空的 这是2件 的 羽绒贝 羽绒贝多少钱 这个不是 这个是垫子 看看羽绒贝 窗帘 毯子 360块钱 这个是在搞活动 现在是300块钱在搞活动 这套山尺寸来的 是贵的是240块钱 价格都挺便宜的 来一根400块钱 这个价格就不如买松下了 小的文件处物的小抽屁 出桌 诶 今天我们没有看到羽绒贝呢 这边是他的文具 看看吧 买一瓶香氛 这边是他的起户用品 还是蛮便宜的 他的沐浴露才 哦 起发水 60块钱 这边还有小朋友的鞋子 袜子 这个好乖 多钱 12块钱 小秋衣 80块钱一件 这是以前北方会用的那种 暖水笔 暖床用的 哈哈 这边是化妆品 再看看羽绒服 排队结账 买完啦 哈喽 已经回来了 给大家开箱看一看 我今天买的无印良品的东西吧 开箱之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是日本过年 因为他们过年的话是过元旦节 他们是没有那个农历的新年的 我就买了一个这个挂在门上的 图一个过年的气氛和一个彩头吧 诶 它是这个样子的 看还是挺好看的吧 上面有一个老虎的一个生肖 这块写的公贺新年 它总体来说是一个稻草来编出来的 但是挺漂亮的 这个位置呢 它还配了一个 这种不干胶 直接把它贴在后面 挂在门上就可以了 还挺好看的 这个东西的价格是多少钱 这个是767块钱 我们就算800吧 相当于是40 423的样子 还挺好看的 这个 然后呢 今天 这个是无印良品的小票 先看一下东西吧 我要拿剪刀剪一下 看看我买了哪些东西 这个是一个漏网 我准备做一些蛋糕 因为做蛋糕的时候 那个面粉的话必须要经过这个筛一下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 价格是 1190日元 大概折合人民币是60块钱 然后买了一个 无印良品的玻璃杯 这个我之前有一个 然后打碎了 又重新买了一个 这个玻璃杯的价格好像是 20块钱吧 20块钱 买了一双 超级厚的棉拖鞋 这个是没有那种胶底的 因为日本的家里面都是地板 这个底也是布的 就可以洗 这个很厚很厚一双 1290日元 差不多也是65块钱的样子 然后买了一件 白色的衬衣 但这个白色衬衣是冬天穿的那种 就是特别特别厚的那种棉衬衣 现在搞活动 价格是1490日元 因为这个白的我上班可以穿 1490日元折合人民币的话 就是大概 90块钱的样子 90块钱 这个是 买了一瓶香氛 香氛 这个味道是 有点绿茶 然后有点薄荷的味道 我在那试闻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味道是比较清爽的 而且有这种 凉杆闻起来 挺舒服的 提神的一个作用 这个香氛的价格是多少钱来着 这个香氛 我看一下 这个香氛是1890日元 相当于是 100块钱的样子 100块钱 这个香氛多少 180毫升的 还买了一条牛仔裤 因为上回我在优衣库买了一条 我觉得这个还 好看一些 我就买了一条 这个牛仔裤很便宜 3000日元 相当于就是170块钱 牛仔裤 买了两双 超级厚的冬天穿的袜子 这个袜子是多少钱 这个袜子 这上面没价格了 我看一下 这个袜子是230块钱一双 相当于18块钱 15块钱 15块钱一双 买了两双 像脚出汗的人 穿很厚的这种棉袜也是可以的 因为它很稀汗 而且我相信冬天穿的话 应该很保暖 因为现在日本晚上的时候 已经零下六七度了 白天出太阳的话 大概是在10度不到 大概是六七度的样子 然后买了以后 抽奖 又送了一双袜子 送的那个也是 也是这个 我就选了一双黑色的 这个是免费赠送的 然后这个是它香薰 放在香薰里面的那个棍子 我先把香薰给它打开吧 把它放上 OK 就这样子了 把它放在屋里 最后买了一件 它这个冬季初的这个羽绒服 这个羽绒服是那种非常轻量的 但是充容充的非常多 很厚一件 价格是12,900 12,900 折合人民币是 我看 600 700块钱 700块钱 然后这件衣服我正好让上海的同事 帮我看了一下 上海的同事帮我看的 国内的价格是1,1900 就是1,200块钱 相当于是接近便宜了一半 在日本的价格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之前我去那个 优衣库看的那个加借系列的 就是plus借系列的那个羽绒服 会比这个更厚 应该预含的效果更好 但是它的外观 我觉得款式不是我喜欢的 我就没有买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穿上以后的效果 还是不错的 很轻便 而且挺厚的 好吧 总体呢 这就是我今天在 无印良品买的这些东西 因为无印良品算是在日本 算是一个比较 大众的一个品牌了 跟优衣库的价格呢 基本上接近 但是在国内的话 就咱们国内大陆的话呢 就是优衣库 无印良品比优衣库稍微要贵一点 但在日本的话 它的价格完全 基本上就持平的 在衣服里边 然后无印良品比优衣库 多了一些生活上用的东西 比如它的一些小电器 然后厨房用具 食品 包括这些家居类的产品 它东西总体来说 还是比较多的 因为日本它很多的品牌 都是潮牌 价格就非常非常的贵 好吧 但是我在这块 也买不到那些潮牌 只有等到大城市去看 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总计 大家看一看 花了22,650块钱 相当于是1260块钱的价格 就是人民币1260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 衣服 衣服 袜子 鞋 裤子 然后 买了一些别的一些小零碎的东西 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然后因为国内我买无印良品 也算是买的比较多的吧 包括会员那块也有很多折扣 基本上我在日本买下来 我感觉日本的价格 基本上就是国内的标价的 六折 六折 六折多 七折吧 六七折的样子 就还是比较划算的 然后今天买的东西只有衬衣 是打了折扣的 其他的都是标价 也没有任何的活动的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